政治话题之外也要看快过年了 政坛的蓝绿要角包括了马总统蔡英文跟苏贞汤 都自己印制了春联要让民众来索取 不过其中最有话题的应该就属蔡英文 春联上写的顶格闲亨四个字了 被解读说是不是有意要再战 2016要当女总统呢 而至于马总统今年为了尊杰开支 只印了28万份的春联 比去年少很多 民进党就嘲讽说 民调只剩下13%的总统 这春联不应也罢 这是马总统亲自提笔的春联 小龙 纳百福 心碎 展红图 这是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的春联 百叶风银 而这是蔡英文的春联 顶格闲亨 三个人比一比 到底谁的春联比较受欢迎呢 蔡英文啊 为什么想贴蔡英文 形象好 比较能力也可能不错 我觉得苏贞昌也不错啊 我今年不想贴了 我们是深男 我现在觉得很难过 即使春联不讨好 马总统跟往年一样 亲笔写春联 上头还有一条咬着钱臂的百步蛇 而苏贞昌则挑选百叶风银四个字 有意奉刺马政府执政之下百叶萧条 而最受关注的就是蔡英文这一幅 顶格闲亨春联 顶格有改革改朝换代的意思 闲亨则是指诸事亨通 同时也是唐朝皇帝唐高宗的年号 唐高宗驾崩之后 由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来掌权 难道蔡英文有意透过春联 透露再战2016 我想有些解读有点封建 民主社会我们不需要做那样的解读 不只春联提字内容 数量上也要比一比 马总统28万份 蔡英文25万份 苏贞昌则一口气印了40万份 因为我们国家财政的关系 而稍有稍减这样子 那这个原则上也足够我们的使用 一个13%的总统 他的春联应该也不需要印字太多 他现在让经济凋敝 人民生活痛苦 他的春联我相信就不太受欢迎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绿营借机讽刺马总统不得民心 马蔡苏三个人的春联 话题不断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